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2年1月20日下午5点48分 故事呢已经收盘 今天呢可以说是延续了昨天的这个跌势啊 一点回转的迹象都没有 开盘的话呢还是这种诱人的高开 就是往上走的这种 向上提振拉升了 然后尾盘一路的下跌 我们看了今天道指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下跌是313.66点 跌幅0.90% 标普500下跌51.22点 跌幅1.13% 纳指综合下跌186.2点 跌幅1.30% 可以说整体的话呢 大事不太好呀 大事不妙可以说实话 整个情况的话 美股呢是回吐了涨幅收低 而且是因为低息买盘失去动能 主要是 华尔街呢主要的股指 周四呢大幅收低 在尾盘回吐稍早的这种涨幅 投资者呢评估 在年初的抛售呢 导致纳斯达克指数进入 跌入修正区间之后呢 现在是否是低息买入的时机 还有待考虑啊 盘中的大部分时间 主要是股指呢 均稳固上涨 股市呢在本周开局时呢 曾大幅度的下跌了 纳指的话呢 周三收盘较11月创下来 记录高位跌去了约10% 进入了修正区 以客举股为主的纳指呢 目前已经从记录高位 下跌近12% 周四呢收在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似乎缺乏说服力了 这个主要是 加信理财的负责人 和衍生品的总经理Randy 他表示呢 低息者入场 但随后呢 他们就失去了动能 道指 纳指 和标普的话呢 就是报收 收跌了 标普500个板块 500的11个板块当中呢 10个都是收跌的 非必需品 消费品呢 下跌1.9% 公共事业小幅上涨 仅0.1% 健身自动车的这种 自行车的这种制造商呢 Peloton Interact Peloton的话呢 它暴跌了近24%了 昨天还有一所上涨 这是因为随着需求的减少 和需求控制成本 公司暂停了联网健身产品的生产 该公司呢 是2020年居家令人的受益者之一了 但是目前的话 消息进一步打压了这个成长股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今天还公布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这个出请失业金的人数 三个月来以来的 这也创了三个月的新高了 这主要是Omicron的这种感染潮 影响到1月份的就业的数据 有迹象表明的是 这个Omicron的话呢 感染潮已经在一些地区达到了峰值 包括疫情严重的纽约 劳动力市场呢 受阻不太可能妨碍美联储呢 在3月份加息 以及应对高通胀的这种计划了 出请失业金人数 从2020年的4月初的 614万.9万 记录的高位呢 也是大幅度下降 雇主呢 非常需要工人 截至11月底的话呢 有1060万个职位空缺 失业率呢 出于22个月的最低的3.9% 这是劳动力市场的出于 或接近充分就业的这种迹象了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呢 12月零售销售和制造业生产集错之后 出请失业金人数极升 可能是经济活动放缓速度快于目前预期的信号 不过啊 有迹象表明制造业正在回升回升了 非常联邦储备银行的周四表示 1月的企业活动指数从12月的15.4呢 也升到23.2% 读数度高于零表示呢 该地区有制造业扩张的迹象 上周的失业金的数据呢 出于政府一月就业报告的非农部分 对企业进行的调查期内了 目前出请失业金人数明显高于12月中的水平 按时一月就业呢 要仅小幅增长了 企业失业金报告呢 也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趋势了 趋软了 虚请失业金人数呢 也上升到了8.4万人 达到163.5万人 尽管如此呢 虚请失业金人数连续8周 还是保持在200万人以下了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整个的话呢 可以说这个初请失业金人数的话 连续第三周增加 数据呢也受到了 截后这种季节性影响的因素了 新增的这种Omicron感染率呢 病例呢正在减少 季节性因素 及政府用来数据中 消除季节性波动的模型呢 也会很快正常化 这表明呢 近期勤领失业金人数的急升呢 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整个的话呢 不会影响到美联储的任何步伐了 所以美联储现在还是非常偏鹰派的 要大幅度的往上走了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美国的话呢 可以说美联储的话 周四也发表了长达35页的讨论文件 征则有公众的意见 朝着可能发行数字货币的方向 迈出关键的一步 所以 所以耶伦的话呢 寄希望美联储的通胀率呢 在年底前降回2% 所以他要想降回来的话 现在我们知道是7%了 他想降回来到2%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他预期呢 2022年底的通胀率呢 将接近或者是降至2%的水平 而且我们 他预计今年大部分时间里的通胀率 都会在保持在2% 耶伦还说了啊 但是我预计 如果我们成功控制住了疫情 通胀率今年将会下行 并有望在年底前 恢复到2%左右的正常水平 12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就是CPN呢 同比是上涨了7% 创下来40年来的最大升幅了 这正打击着拜登的支持率 并进一步向美联储施加要求 要求其加紧货币政策的这种压力 大力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 而且耶伦也表示呢 意志通胀是政府和美联储的共同责任 并相信美联储正在采取适当的行为 这些财政部长 财长承认了 美国经济在2021年受到了政策刺激措施的提振 这种刺激目前正在减弱 但他表示强劲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的 应该会让需求继续保持健康 家庭财务状况良好 许多方面看来的甚至比疫情前的更为强劲 他说即使财政知识减少 家庭部门的储蓄存量缓冲呢 也将未来几年持续支持这种经济的发展 看来呢 他的意思就是割韭菜 割韭菜不割白不割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咱们往后看来是 这个韭菜 看来我们这个股市要非常小心了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波就 当然是收割咱们家庭的财产了 这不用说也是啊 这个中美都是一致的啊 这个 这个叫什么 割老百姓的韭菜没商量 咱们这些人们都是说白了 就是让人割韭菜的料而已 所以咱们还是尽量还是躲他们远一点 目前这种环境 能躲多远躲多远了 这个我今天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有的朋友觉得昨天的话呢 这两天都跌得很严重了 是不是咱们就会有一波很不错的这个反弹 或者是能不能冲创新高啊 所以我跟大家说 甭想了 甭甭记那个希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这个首先啊 这个股票上涨 或者的这个行情 或者说是能够创新高 咱们已经经过一轮下跌了 下跌之后 首先要什么呢 首先要下跌其稳 看他有没有止住 止跌的迹象 他还是这样 这样 昨天今天这样一溜跌下去 没有止跌的迹象 再来一个2020年3月的那种大跌的话 再来几天熔断也是很有可能的啊 首先是看来有没有止跌的迹象 有了止跌的迹象了 止跌其稳 然后才可能反弹 反弹的话呢 还要触及到高点上方的压力位之后呢 看看反弹有没有力量 是不是还再次试探这个低点 其实前面这些的话 比如罗素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些在这个12月2号 然后这个12月20号 这些都是低点 反复的测试 都已经没有守住 我们现在可以又创了新低了 1月19号又创了新低了 说白了就是什么 反复的测试低点 低点稳固起稳 就是一个比一个低点要高了之后 它才有可能就是说 侧及上方的压力位 能否起稳站住 站稳了上方的压力位 站稳了之后 才能说再开启上行的 这种上涨的空间 所以离上涨还远着呢 目前的话 这个只是一个技术性熊市 刚刚来临而已 这个而且我们这个 说白了散户买的动力 也不太大呀 咱们也都学经了 都是一个聪明的韭菜了 现在不让人 不让他们随便搁 咱不能让人随便搁 所以也就没怎么进场 你看今天 它这个本来是开盘的时候 早盘的时候 就这种很很稳当 ETUF早盘 还有所上升 上升之后 咱本来看着挺稳当了 差不多了 有一部分 说实话 我自己还进了一部分盘 我感觉不错了 好像起稳了 然后后来到中午之后 蹭蹭蹭蹭蹭 一路的毫无抵抗的 就下滑下来了 这什么 卖盘太大了 这个抛压太大 而且的话呢 大家看去是不好说 把上面有可能 就是那些机构了 或者个人在拉机构吧 最起码是拉升 拉升之后又多 又多之后 有人接盘了 他好卖 是不是 好了 这个可以看 这些股指的话呢 都是没有一点 这个起跌指稳的迹象 而且一直是在下滑 虽然就看着这个技术指标 有这个稳当的迹象的话呢 但是按理说 这个CCI已经到底了 有向上撬头的这种表现 而且我们可以看WR呢 也拐头 这个KDG呢 也要向上扬 按理说是应该是 技术方面的话呢 应该是有一波的这个反弹 看样子 因为已经毕竟也跌了好几天了 我们数一数的话 这个跌的话 也时间不短了 像这种个股的话 可能跌了有小半个月了 然后像这种指数的话呢 我们也是跌了这么 五六七天了 也已经六七天了 所以整个的话呢 按理说是应该是有一波反弹 这其实它能不能反弹起来 或者有没有这个力度也不太好说 现在 所以看明后天的这两天的走势了 我们也是期望它能够有一波不错的反弹吧 至少给咱们朋友们解解套 或者是压力稍微小一点 好了 今天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订阅分享转发 咱们下次再见